好,那么首先的话我们稍微的回复一下我们上午学了一些新东西啊 上午的话我们还是什么围绕着这个浮动讲了一些新东西是吧 浮动这一块的话那么特性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特性比较多的 那么上午的话主要是我们做了几个练习是吧 做了这几个练习啊 然后讲到的是一个关于浮动的什么呢 有一个浮动的是关于浮动可以什么 浮动可以让这个元素怎么改变它的什么类型嘛 是吧 这个第四点啊 浮动可以让行内元素怎么样 或者块元素然后转化成什么 行内块是吧 这是浮动的还有一个特性 所以说大家如果把一个什么呢 行内元素给浮动的时候怎么样 大家记得这个它已经转化成什么 支持这个宽高的什么行内块了是吧 那么的话就可以什么呢 宽高它是支持的啊 好那么的话 呃还有第五点是关于这个 就是啊 第五点的话 其实昨天今天我们都说过了 关于这个文字绕图的效果是怎么做的 是吧 文字绕图的话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浮动的这个元素和未浮动的元素之间 它们是什么关系是吧 就是说浮动元素啊 后面没有浮动的元素 这个后面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代码里面的啊 比如说我们写了两行的这个标签 那么前面的标签 它是浮动的 后面那个标签没有浮动啊 这个意思 那么没有浮动的这个元素呢 会占据什么呢 浮动元素的位置啊 啊 占据浮动元素的位置之后的话 那么的话 没有浮动元素里面的文字会避开这个什么呢 啊 浮动的元素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文字绕图 是吧 实际上是没有浮动元素跑到未浮动元素 什么 没有浮动元素跑到浮动元素的那个位置上去了 是吧 只是什么 文字会避开啊 就可以形成文字绕图 那么没有浮动元素仍然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方块吧 啊 没有浮动元素 这个没有浮动元素 它仍然是一个方块啊 只不过它里面的文字的话 避开了这个浮动的元素啊 那么的话 我们上网还说的一个是关于这个浮动里面的 还有一个什么 关于这个清除浮动 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浮动里面的一个bug 是吧 它里面一个 很有代表性的bug啊 叫清除浮动 啊 呃 那么这个这些bug的话 好像一直都没有修复啊 所以说一直这个技巧这个致死点一直在用 是吧 如果它修复的话 我们就不用了 是吧 那么的话 这个bug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啊 这个负元素如果是不给啊 某一方面的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负元素我给了宽 但是没有给高 是这样的啊 没有给高的话 如果说这里面的子元素啊 是吧 如果不是浮动的 是其他的 比如说是行那块 是吧 那么的话 它是可以自动撑开这个高度的啊 可以自动撑开这个高度的啊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这个元素是浮动的 没有没有 这比如说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几个元素 如果它是浮动的时候 怎么样呢 这个高度就撑不开 是这个原因 是吧 那高度撑不开之后 这个负元素这个边框会感觉不到 它里面有这些元素 然后它自己缩成一个一条线的 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呢 需要什么 清除浮动啊 清除浮动实际上是一个约理俗成的说法啊 清除浮动的意义上就是干嘛呢 就是让这个什么呢 负元素可以感知到这个什么呢 它里面的子元素从而让它的高度可以撑开 是这样子啊 实际上清除浮动的 这个意义就是为了解决这个bug 解决这个bug的话 那么主要是有什么 有三个方法是吧 好 第一个方法的话是什么呢 这个负极上面 是吧 加这个ofluhiden啊 这只能是一个比较高效的一个方法 是吧 比较高效的话 但是这个方法有问题 是吧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马上会学到这个什么呢 定位的啊 马上会学到定位 定位的话会 给它解决 为什么这个 这个什么解决方法也是有问题啊 那么第二个方法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在最后面一个子元素啊 在最后面一个子元素 后面加一个空的dlv 比如说这里面是 比如说是八个li吧 那么在第八个li后面加一个空dlv 是吧 在这里面 再加一个标签是吧 加个空dlv 那么这个dlv的话给它一个这个样式 是吧 clear boss 这样的话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那么这种解决方法的话 是以前的解决方法啊 以前的这种解决这个bug的方法啊 那么如果大家以后碰到以前的一些前段的代码的话 可能会碰到这种解决方法啊 好 那么第三种方法是什么呢 用这个比较成熟的清除浮动的这个样式类吧 clear fix clear fix的话这个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约定手成的写法啊 包括我们后面会学到一个框架 什么呢 我们后面会学到一个boot strap的框架 boot strap的框架里面也是用了clear fix 这样一个写法是吧 那么这个是 这个清除浮动的方法是怎么样呢 它是什么 用这个after是吧 实际上是通过after委内 after委内的话 然后往这个腹极里面塞东西是吧 塞东西就类似于我们的第二种方法啊 类似于第二种方法 塞一个content 然后是一个空的什么制服创是吧 空制服创塞进去 然后把它的disclare设为table 塞完之后怎么样呢 然后拿一个clear boss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什么呢 相当于第二种方法 就是什么呢 可以解决这个 解决这个什么 清除浮动的这个bug是吧 这个元素撑不开的这个bug啊 好 这个的话是关于这个 解决这个 解决这个bug的问题啊 那么的话 这个clear fix是怎么样呢 它一般是什么 把它什么 和那个解决marking probe 塌陷来合成为一个样式 是吧 写成一起 这个就是一个合成的一个什么呢 写法是吧 这个样式类的话 既可以什么呢 解决marking probe塌陷 也可以解决什么呢 这个浮动 清楚浮动 也可以清楚浮动啊 那么的话 最后这一句的话 是什么呢 它是做了一个IE的接融 是吧 如果IE不识别这个after和before的话 那么的话就可以 IE的话会读这个属性 是吧 这个属性的话是什么呢 是缩放这个网页 是IE它独有的 我们这个zoom是一的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网页不缩放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一的话就是一比一嘛 就不缩放 但是的话 设置了这个属性之后 怎么样呢 可以让这个IE的话 可以它自行解决这个bug 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好 这个是jerman针对IE的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大概是我们上午 就是讲了一些新的内容啊 上午的话 主要是做了几个例子 是吧 做了几个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的话 是关于这个菜单的啊 菜单这个例子的话 那么一般的话 这种结构 我们一般是什么呢 用这个ULLI来做 是吧 这个是比较规范的做法啊 那么它类似于什么呢 这个也是一种列表 是吧 类似于这个菜单的列表啊 那么用ULLI来做的话 就是UL这个标签 就比较特殊 是吧 它里面有什么 那个小元点的项目符号 是这样的啊 那么需要什么呢 呃 清除一下 是吧 用list style来清除 然后UL本身就带有marking和padding 是这样的 那么的话 你需要把marking和padding 给它什么 重置一下吧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不好写我们自己的样式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例子是吧 那么大概的话 上午我们就是取了这些东西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讲什么 哎 讲的话 就是讲这个新的 新的一个内容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距离这个 一些知识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定位是吧 还有实际上的背景图啊 这些知识啊 学完之后 我们就应该就可以什么呢 做我们的DIV加实际上的布局了啊 实际上我们现在做了一些小的 这个例子都是 DIV加实际上的布局是吧 我们现在 我们只是说一些小的布局啊 小的布局的话 那么就是大的布局的话 都是按照这 小的布局的这个原理来做的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定位是什么一回事啊 定位啊 好 那么说到这个定位的话 首先我们得说一下 这个文档流啊 好 什么是文档流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盒子啊 盒子也是指的 这个元素渲染之后生成的样子 是吧 它会按照这个html代码编写的顺序 是这样的 那么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排列吧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按照这个顺序排列的话 那么的话 行列元素排在一旁啊 从左到右 先写的先排列 后写的后排列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的话 每个盒子都占据自己的位置啊 那么 默认的这个盒子是按照这种方式去排列的 那么这个的话就叫文档流啊 就是说我的代码里面我先写drv1再写drv2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drv1应该是排在drv2的前面吧 或者是左边 是不是这样的啊 排在左边或者前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啊 除非我们可能用这个浮动可以打烂一下这个顺序啊 如果不用浮动的话 按理来说是吧 按理来说的话 先写的应该先排 后写的后排 是这样的啊 这个叫做文档流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怎么样呢 突破这种什么呢 突破这种规律呢 那么的话 就是定位可以什么 突破这种排列的规律啊 就是不按这种排列啊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想把一个元素叠在另外一个元素上面 是这样的 或者是我想把元素按照任意的方式排列 我不受这个文档流的这种规律的限制啊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到什么呢 就是定位啊 用定位的方法来排啊 做一些特殊效果的时候需要用到定位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定位啊 这个是 是什么意思啊 定位的话 实际上也不神秘 就是说 它是一些什么 还是一些样式属性吗 还是样式属性啊 它的样式属性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position啊 这个样式属性啊 好 position这个样式属性的话 那么它大概有几种定位方式啊 我们一个来看一下啊 到底有些什么定位的方式 好 005啊 这个是定位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首先的话 我们来写两个啊 写两个盒子啊 好 那么的话 首先是写一个容器啊 一个box的容器啊 box的这个应该容器 容器里面的话 我们来放两个盒子啊 假如说这里面有一个 呃 好 这个容器的话 我们叫con吧 容器啊 容器里面有个box01 是吧 好 点box01 好 再来一个 div class等于什么呢 box02啊 好 里面有两个盒子啊 好 这里面两个盒子的话 我干嘛呢 我来写下它的样式啊 写下它的样式 首先这个con啊 这个con con的话 我给它一个宽 假如说是拿一个400px啊 好 高度也是400 400px 好 然后的话 给它一个一像素的边框 是吧 一像素 实现 给它拿一个黑色的边框啊 然后把它聚中一下 是吧 margin margin 50px o2 是吧 0啊 好 这样一个边框啊 好 那么的话 这是关于这个外面的这个容器的 它的大小 是吧 然后给它聚中了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写一下这两个盒子 是吧 比如说是这个 点box01啊 box01啊 然后 假如说他们有公共的 样式我就写主啊 是吧 逗号 点box02啊 02 然后的话 假如说他的什么呢 宽啊 宽假如说是300 300px啊 好 高度假如说是100 100px 好 然后的话 呃 给它一个margin 是吧 margin 假如说他的margin 是10px 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的话 可以让他们什么 分开一下吧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是他们公共的样式啊 那么分别的样式是什么呢 他们两个背景色不一样啊 比如说box01 它的背景色是什么呢 拿一个 background color 是吧 给它拿一个这个green 是吧 green啊 好 然后box02 它的背景色啊 box02 然后它的外观的color 是拿一个什么呢 go的啊 好 这样子两个盒子啊 好 这个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大概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样的两个盒子吧 一和二 是吧 然后相对于这个框 在这个里面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个也是什么呢 文档留的位置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绿色的盒子 是不是什么 box01啊 是吧 这个 这个 什么呢 这个go的这个盒子 是box02啊 他们在这个代码里面 是先写box01 再写box02吧 然后他们在这个页面上排列的时候 也是从上往下排吧 是吧 这样子 因为他们是快要说 所以说每个占一行吧 是吧 那么的话 按理来说 他们两个什么 没有打断这个顺序吧 不可能说这个 这个机身的盒子 跑到这个盒子上面去 不会吧 是吧 这个就是按照文档留的方式来排列的 这个叫文档留 就是按照一定的规律 先写的先排 后写的后排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关于这个定位的一个属性 定位一个属性的话 首先是这个position里面有个什么呢 有一个相对定位 position 然后是relative 这个叫相对定位 相对定位的话 这个定位是什么回事呢 它是元素 什么呢 占据了这个文档留的位置是保留的 元素占据了文档留的位置是保留的 然后元素相对于自己的位置去进行定位 相对于自己的这个位置去进行偏移 元素相对于自己的位置去进行偏移 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说这个报告是一 我给它拿一个相对定位 看一下 那么相对外怎么写呢 那么写一个position position 分身性 然后是写一个什么呢 relative 这个就是相对定位了 好 相对定位 定位完之后 那么怎么样 好 我们设完之后 看一下有什么效果 好 刷新一下 好像没什么效果 是吧 没什么效果 好 为什么没效果呢 因为定位还要配合着偏移 一起写 才有效果 偏移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偏移的话 就是用什么呢 用另外的属性 用哪个属性呢 用这个有四个属性 比如说left right top 和button 这几个属性来写 left的话就是往 相对于左边向右偏移 right的话是相对于什么呢 left相对于 左边向右偏移 right相对于右边往左偏移 是这个意思 top的话是相对于 上面往下偏移 button的话是相对于 底边往上偏移 就是这就是它的基准 明白没有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这个里面写一个left 好 left我给它一个 left啊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也是一个样式属性 直接写left就行了 假如说这个left的话 是相对于什么呢 这个是相对于左边吧 向右偏移 我写一个50px 是吧 那么就是相对于是向右偏移50 好 我再写一个top 是不是 相对于上面往下偏移啊 好 我也给个50px 好 那么我这么写完之后 看一下啊 什么效果啊 好 再看一下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啊 刷新 这个是不是往下偏移啊 而且这个偏移的 这个绿色的盒子 是不是盖到这个 金色盒子上面去了 是吧 这就是偏移啊 那么这个金色的盒子 它是不是没有动啊 金色盒子是没动的啊 大家记得啊 金色盒子没动啊 那么这种偏移方式是这样子的 是吧 首先是什么呢 这个元素所占的文档流的这个位置是保留的 为什么 为什么要说这一句呢 如果说它的位置不保留的话 我们这个金色的盒子 是不是应该有所变化啊 是吧 如果说它不保留这个位置 我们金色盒子是不是会跑到上面去啊 跑上面去 或者是这个位置有所变化 或者把它顶下来了也行吧 啊 好 那么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保留的啊 然后的话 我们定位的这个元素实际上有个特性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它自己飘起来了 明白没有 它飘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 文档流相当于是一个平面 啊 然后定位的元素的话 飘到这个平面上面去了 它是不是就可以飘到任何地方啊 飘到任何地方 然后的话 它就不受这个什么呢 文档流的限制了 明白没有 不受文档流的限制啊 这个就是什么呢 相对定位啊 相对定位啊 好 那么的话 相对定位的话 大家看一下 它是相对于它自身的啊 相对于它自身的 比如说这个左上角啊 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吗 啊 其实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是向什么呢 left 50 是向右偏的50啊 向右偏50 然后怎么 再向下偏50 明白没有 套50 向下偏50 所以说到了这个地方来了 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相对定位啊 大家记得啊 相对于两点 大家记得 一个是相对于自己的位置 进行偏移 然后的话 守占据了文档流的位置保留啊 这就是相对定位啊 那么作为相对定位的这种效果的话 呃 一般的话 这种效果啊 用相对定位来做一些这样的效果的话 一般是比较少的 比较少做的 那么大家要知道有这种方式啊 相对定位的话 一般是作为什么呢 啊 另外一种定位 就叫什么呢 绝对定位的它的什么 它的参照物啊 啊 作为绝对定位的参照物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绝对定位啊 那么总共的有三种定位方式啊 大家今天要把它理解了 就啊 比较好了啊 我们来一点点理解吧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第二种定位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绝对定位啊 好 绝对定位啊 好 这个就是相对定位啊 相对定位的话 大家有一个 这个大概的形象的了解啊 先了解这个 先了解到这里啊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 有什么 这个关系啊 看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 这个例子再怎么来 再定存一下啊 把它再定存一下 然后是这个 这个006啊 这个是绝对定位啊 绝对 定位啊 好 保存一下 好 那么这个的话 把它 相对定位吧 相对定位 好 那么绝对定位的话 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是这样做的啊 那么的话 同样的还是这两个啊 这两个盒子 同样的也是 是BOX1和BOX2啊 这个时候的话 我做一下什么呢 把这个BOX1 给它设置一个绝对定位啊 绝对定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个时候 怎么设呢 绝对定位 那么就不是relative了 它是什么呢 Position等于什么 Absolute啊 Absolute Absolute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 绝对的意思是吧 这个章词本身就是绝对的意思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把它设置绝对定位的话啊 假如说先没有啊 先没有的话是这样子的啊 大家看一下啊 好 先没有的话 那么就是 这个啊 这个文件啊 好 还是这个文件吧 还是这个文件啊 好 没有的时候 没有定位的时候 他们还是很老实的 什么上下排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时候我做一下绝对定位啊 好 定位是绝对定位 然后偏移的话是什么呢 一个left偏50吧 top偏50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盒子跑到哪里去了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 这个盒子是跑这里来了啊 是吧 这个是不是有点诡异啊 是吧 怎么的 跑这里来了 是吧 跑这里来了啊 好 这个绿色的盒子 那么实际上是怎么的 它是相 这个时候相对于什么呢 body了 看见没有 那么相对于这个左上角 相对于这个 左上角这个地方 往左偏移了50 往下偏移了50 是吧 那么呢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这个绿色的盒子是不是脱离了文档流啊 看见没有 这个金色盒子是不是跑到绿色盒子的位置上去了啊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绝对定位的元素怎么样 就会什么呢 完全的什么脱离文档流啊 剩着绝对定位的元素 然后元素脱离文档流 然后它相当于是跟原来的位置说拜拜了 是吧 原来位置我不要了 我就飘起来了 明白哟 我想飘到哪里 你管不着了 就这个意思 这是绝对定位啊 原来的位置我就不要了 你们想怎么排怎么排 就这样子了 这个意思啊 好 这个就是绝对定位啊 好 那么绝对定位的话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那么它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了呢 是吧 好 那么接着的话 第一个是什么呢 位置 不要了啊 第二点的话 是绝对定位它有一个特性 那么它去找什么呢 它去找一个什么呢 定位的负极 去找一个定位的负极啊 那么它去找什么呢 相对于上一个设置的定位的负极元素来进行定位 它去找啊 上一个设置的定位的负极来进行定位 如果找不到的话怎么样呢 则相对于body元素来进行定位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盒子 01是吧 它是不是去找一个负极啊 好 先找它 它往上找 一层层层的找啊 看一下这个盒子 这个CON这个盒子有没有定位啊 它没有设置定位属性啊 没有设置定位属性 那么没有设置 看见没有 它是不是没有设置定位属性啊 没有设置定位属性的话 它接着在往上找 一直找到什么呢 找到body啊 如果说这个div外面还有div的话 如果那个div定位的话 它就相当于那个div 明白没有 如果一直找不到的话 就相当于什么body 明白没有 就找到body了 相当于body来进行定位的话 那么是不是 它就是不是跑到这里来了 这个是body吧 是吧 body 那么相当于body的左上角 来进行定位了 好 那么如果说我现在怎么样 我就想让这个绿色的盒子 相当于我这个CON来进行定位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CON本身给它定位一下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说的定位的话 那么你说这个 设置的定位的负极进行定位 那么这个设置的定位 这个负极到底是相对还是绝对呢 还是固定定位呢 那么都行 如果这个负极设置的是相对 或者设置的绝对 或者马上说的什么固定定位 都可以 我这个元素 不管是设置相对或者绝对或者固定定位 我都以它为参照来进行定位 明白没有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假如说我这个CON 是吧 假如说我把它设置为一个定位属性 一般的话 我们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把这个CON本身设置什么呢 设置成一个什么 相对定位 明白没有 好 我把它设置成一个相对定位 relative 明白没有 好 那么的话 这个负极是不是有定位属性呢 好 负极有定位属性之后 那我这个负极就以它为参照来进行定位 明白没有 好 以它为参照进行定位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绿色的盒子 然后跑到哪里去了 好 我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相对它来进行定位了 这个地方是从这里到这里是50 从这里到这里是50 明白没有 那么它就以它的左上角来进行定位 那么一定是左上角吧 因为我们写的是left和top吧 left和top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left就是什么呢 相对于左边往右边 明白没有 top的话是相对于上面往下边 如果说你写right的话 它就是相对于右边往左边 如果你写button的话 是相对于底边往上面偏 好 是这样子的 好 只不过left和top我们经常写 好 这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绝对定位 大家看一下这个绝对定位还是一样的 是吧 首先是它的文档流适 是脱离的吧 然后这个金色的盒子就跑到上面去了 它认为上面没有元素 明白没有 上面没有元素 所以它自动的会跑到上面去 那么这个就是绝对定位 好 好 绝对定位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基本的一个印象 基本这样一个印象 那么的话主要的是有一点难理解的是这个 就是相对于上一个设置的定位的负极 大家记得这一点 这个定位的负极的话 这个负极既可以是什么呢 设置相对的 也可以设置绝对的 也可以设置是固定的 大家记得 那么的话 一般我们是设置为相对的 设置为相对的 设置为相对之后 这个负极本身没什么变化 是吧 这个负极我设置的相对它是不是没什么变化啊 因为我也没设置偏移吧 这样的 这个负极本身没什么变化 但是它可以作为它指极的参照点吧 是这样的啊 是这么用的啊 一般是这么用的啊 负极设置相对 指极设置绝对 然后就可以怎么样 指极就相对于它来进行偏移啊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绝对定位啊 好 接着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种定位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固定定位啊 好 固定定位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比较好理解啊 固定定位是什么呢 它是相对于什么呢 相对于浏览器窗口来进行定位的啊 所以说这个比较好理解啊 它就不早负极了 直接相对于窗口来进行定位啊 那么固定定位的话 它这个元素怎么样呢 它也会脱离文档流 然后不占据文档流的位置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把这个的话再另存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是绝对定位啊 再把它另存一下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绝对定位 这个是什么呢 再来一个固定定位 是吧 固定定位啊 固定定位 保存一下 固定定位的话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同样的啊 先把它这个注掉啊 把它这个注掉之后 那么的话 仍然是什么呢 仍然是这个效果 是这样的啊 这个效果啊 这个效果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来设置固定定位啊 固定定位的话 假如说这个先把它上掉啊 这个是 富元素有定位属性是吧 好 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是固定定位的话 那么怎么写呢 这么写是吧 那么是position什么 这个是什么 fixed的吧 fixed的啊 固定定位啊 fixed的 好 这个就是固定定位啊 固定定位的话 那么就比较好理解 它就是 这个盒子怎么样 它直接去找浏览器窗口 来做定位了啊 那么它就不会找富级了 来看一下啊 这固定定位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来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直接去找 这个浏览器窗口啊 好 那你就说 因为这个富级没定位属性 所以它找浏览器窗口吧 好 如果说我这个富级 给它一个定位属性啊 position 然后拿一个relative啊 好 那么即使我设了 这个属性之外 那么它仍然是怎么样的 还是以什么 浏览器窗口吧 再看一下 是吧 还是以浏览器窗口 来进行定位吧 好 这个就是关于 这个固定定位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试一下 其他的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试一下 这个right吧 假如说是right啊 如果是right的话 是怎么样呢 它就是找浏览器的右边吧 右边向左偏移50 然后顶部下下偏移50 是吧 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再来刷新一下 是不是右边的50啊 下面的50啊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 假如说是button呢 B-O-T-T-O-M 是吧 好 这个时候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底部往上偏50 是吧 然后这样子是什么呢 右边往左偏50 好 我来刷新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啊 这样定位 是吧 好 那么像这种定位的话 我们一般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 页面上会出现一些小广告 是不是这么做的啊 就这么做的啊 页面上弹出一些小广告 就是这么定位做的啊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定位的 又比如说我们 突然弹出一个弹框啊 有时也是这么做的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关于 这种三种定位属性啊 三种定位属性 好 接下来的话还有这两个啊 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static 还有这种属性啊 这个属性呢 相当于是没有定位 就是缺省值啊 就是说 设置position static的话 相当于是没有定位啊 就是一个缺省值啊 这个是可设可不设的啊 好 这是关于static 还有一个in hurry的话 也是和我们前面那个一样的 什么呢 从附级继承定位属性啊 这个也比较少用啊 我们直接设它的定位属性就行了 不用继承了啊 好 这是后面的两个值啊 要知道就行了 static的话 有时候是 什么呢 那我们想把这个定位属性给取消 那么取消的话 可以把这个 把position设置为static怎么样 就可以覆盖原来的定位属性吗 那么它就没有定位属性了啊 好 这是关于定位的这几个设置值啊 运动最多的就是三种啊 三种啊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定位的一些啊 定位的一些啊 很经典的例子 大家看一下啊 好 那么定位啊 这个是关于定位啊 好 定位的话啊 还有一个东西没说 就是关于这个定位的层级啊 定位的层级啊 定位层级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多个元素来进行定位的时候怎么样 它有个层级关系啊 层级关系啊 那么我们用什么 Zindex来设置这个层级关系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定位的层级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新建一个啊 那么是定位 定位 元素 的层级啊 好 定位元素的层级的话 我们可以准备呢 做多个定位元素啊 假如说我拿三个吧 假如这个CON里面 拿一个DIV啊 DIV里面有什么呢 有有有有四个盒子吧 这样四个盒子 是吧 好 四个盒子的话 这个 假如这个是 波波是01 是吧 波波是01 啊 好 这是02啊 这是03 这是04 是吧 好 这样的啊 好 这样四个盒子啊 四个盒子的话 我们来给它 给它样式啊 好 那么的话 来看一下 这个 CON啊 CON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样式考过来啊 要说是这样一个样式 是吧 CON这样一个样式啊 好 CON这样一个样式 先把它拿掉啊 好 这里面四个盒子的话 那么就是 CON里面的DIV是吧 然后假如说 他们的宽高啊 宽假如说是这个 啊 假如说都是200吧 200px啊 好 高度假如说也是200 高度假如说都是 也是200px啊 然后的话 他们之间怎么样呢 呃 他们的背景色不一样 是吧 好 比如说BOX01的话 给它来一个背景色 是来一个 来一个绿色 是吧 绿色啊 好 这个是02啊 02 然后03 04啊 好 这个的话 来一个gold 是吧 gold 好 这个来个pink 是吧 这个再拿一个什么呢 呃 来一个green yellow 可不可以啊 green yellow 这是 啊 yellow green吧 yellow green 啊 yellow green 是黄绿色 是这样的 黄绿色啊 好 这么四个盒子 是吧 啊 好 好 这么四个盒子 看一下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四个盒子啊 好 这四个盒子的话 那么默认的怎么样呢 它是什么 它是这个 每个盒子是快元素啊 快元素的时候怎么样 它们每个旅行自己的 快元素的特性吧 每个占一行 是吧 每个占一行啊 那么还没有排下啊 好 这个时候 假如说我们把它 这四个盒子都做一下定位 是吧 假如说这个 这四个盒子 拿一个position 是吧 拿一个absolute 拿一个绝对定位 是这样的 好 拿一个绝对定位之后 假如说是 left给它一个 嗯 好 left不写啊 好 假如说这个left给它一个 left给它一个什么呢 这个给它一个 20 20px 是吧 好 top的话给它一个 20px 是这样的 好 那么的话 这是box01吧 box01的话 那么它怎么样呢 刷新一下 是吧 它肯定会去找什么呢 这个什么 这个body吧 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负极没有什么 没有定位吧 好 那么如果我把负极 进行定位一下 是吧 来个position relative 是这样的 好 那么它就相当于负极 来进行定位了吧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是这样子 是吧 这样子啊 好 接着我们把每一个都写下 假如说这个是left20x20 这个是left40x40 是不是这样的 40 这是40 好 这个是60 好 这个的话 再拿一个80啊 好 这么写完 这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效果 是吧 这几个的效果啊 好 把它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是不是这么排呀 这么排啊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绿色的 在最底下吧 然后是在外面是金色的 然后就是什么呢 粉色的 然后是这个什么 这个黄绿色的是吧 在最上面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为什么它们以这么方式叠加呢 是吧 首先的话 它们错位了 是因为什么 每一个的这个left和top是不一样吗 就是它们像 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去找是吧 这个是20是吧 这个是40 这个是60 这个是80啊 就是离上面是80 离左边是80 这样子是吧 好 这个没什么问题啊 好 那么的话 它们为什么按照这个排列呢 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在最上面呢 那么过认的话 它是按照什么 标签写的顺序来排 什么意思呢 就是后写的标签怎么样 会排到前面写的标签的前面 明白没有 比如说这个最后面写吧 那么它的成绩就最高 明白没有 是吧 所以说它就什么 排到最上面去了 明白没有 就这样子 按照这个标签的顺序啊 应该是按照什么 代码的顺序吧 我们代码这个是最后写吧 那么它就排到最前面啊 就是自动的编号啊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 它的成绩啊 那么如果说我想什么呀 我想什么 打烂这种层级啊 我不想这样子 我想让这个什么呢 我想让这个金色的盒子 我就排到最上面来 怎么办呢 是吧 怎么办啊 那么或者说是 把这个绿色盒子 排到最上面啊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就可以人为的给这个层级啊 人为的给这个层级的话 用哪个属性呢 用这个Z index属性啊 好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盒子是什么呢 它是绿色的盒子吧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是第一个盒子 那么用这个层级的话 用这个什么呢 Z index属性啊 这个属性的话 怎么样呢 就可以什么 设置它的层级啊 好 设置它的层级 假如说我设置一个 10 啊 这个层级的话是怎么样呢 它是没有什么呢 单位的啊 设置层级为10的话 就是说它的层级就是10啊 它的层级就是10的话 那么其他的没事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会是什么样子啊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是吧 这个字会跑到上面来了 是吧 这样子啊 那么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盒子的话 实际上是什么呢 有默认的层级啊 默认的层级的话 实际上是小于10的 啊 这个数字越大的话 它就排到越前面 明白没有 好 那么假如说你这个时候是10吧 好 我想这个 我这个金色盒子 我想盖过你 怎么办呢 我把金色的盒子 设置为11吧 是吧 比如说这个啊 Z赢代个10啊 Z赢代个10把它设置为什么呢 11 是吧 好 11之后再来看一下 是吧 好 我来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盖上来了 好 就是这样做的啊 就是这样做的啊 好 假如说我再把它设置为什么呢 12是吧 Z赢代个10啊 设置为12 那么它也盖上来了 是吧 这样子吧 这样子啊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Z index啊 好 那么实际开发中的话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 就是啊 设置这个Z index 是做了 比如说做一个弹框的时候啊 我们想这个弹框 盖过所有的啊 盖过所有的这个元素 我们就怎么做呢 把这个Z index怎么样啊 设置为最大 一般设置为 比如说设置成999 是吧 或者9999啊 它就够大的 这就盖过所有的元素啊 是这样做的啊 好 这个Z index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比较好理解啊 那么就是一个数值 就这样一个数值 好 就是关于这个Z index啊 这个层级啊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浮动啊 不是说 关于定位的一些啊 定位的一些知识啊 那么知识就这么多 那么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什么 技巧的话 做一些很什么 很有特性的一些布局的 一些效果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用这个定位 会做一些什么效果 是吧 来看一下啊 首先的话 那么下面来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样一个布局吧 这样一个布局啊 好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没说了 就是说定位的元素啊 也有特性 就是定位 绝对定位 或者固定定位的 什么 快元素或者行内元素 怎么样 它也会自动转化为 行内块 啊 这个浮动一样的吧 浮动是不是也会转啊 啊 这个绝对定位啊 现在是绝对定位和固定定位啊 相对定位不会转啊 绝对定位和固定定位的元素 什么呢 这个行内元素会转成什么呢 行内块 是吧 那么这个快元素也会转成行内块啊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的什么呢 定位的这个什么 它的一个特性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是它的一些经典的例子啊 啊 关于定位的一些例子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这个例子啊 第一个这个例子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 有没有四等相识的这个感觉啊 啊 这是一个什么 好像是一个手机图标啊 手机图标里面什么 这是不是有五个更新呢 是吧 啊 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那么像这个效果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呢 用定位的方法来做啊 定位的方法来做啊 包括我们后面还有一些练习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菜单看见没有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个6啊 啊 这个也可以用定位来做啊 定位来做啊 就是用定位来做的啊 今天大家 后面可以做一下这个例子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什么呢 定位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啊 好 这个例子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啊 首先是100乘100的一个盒子 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 呃 什么呢 圆的是吧 好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做这个例子 还要用一下什么呢 用我们的后面 S3的一个样式啊 就是关于圆角的样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的话 这个定位的布局啊 好 那么的话 来看一下啊 这个009啊 这个是 定位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两个DIV啊 两个DIV啊 比如说是这里面外面有个DIV啊 比如说外面这个DIV的话是CON 是吧 好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里面这个DIV的话就是什么 BOPS 好 这样两个DIV啊 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个DIV啊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数字啊 5是吧 那么写一个5是吧 好 结果就是这样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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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做这个效果啊 好 然后再来一个 比如说来一个这个 好 那么样式的话就是这个CON啊 CON的样式的话 那我给它一个宽价说是这个是 那你们标好的吧 是100乘100吧 啊 100乘100啊 100PX啊 好 高度的话也是100PX是吧 好 好 背景色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go的吧 go的啊 背景色啊 好 那么的话我把这个盒子聚中一下 是不是可以啊 把它聚中一下啊 好 来一个这个 Market是吧 Market 然后是50PX4 然后O2 然后是0 质量的啊 0啊 好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 一个效果是吧 这样一个盒子吧 然后它这个什么呢 这里有个5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圆角的话我们一会再做啊 我们先把这个方块做出来啊 好 那么里面这个5的话 它也是一个DIV吧 这个DIV怎么样 它是宽高都是28 啊 红色是吧 好 那么里面这个DIV 我们会这么做啊 里面这个Hogs 它的宽高都是28吧 宽是28 28PX4 好 高度是什么呢 28PX4 然后的话 这个背景色是什么呢 红色吧 red 红色啊 好 那么这个写完之后 应该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样子的吧 好 然后的话 这里面的文字啊 我们再写一下 文字是白色的吧 那么就是color color是白的是吧 color是什么呢 白色吧 白色啊 好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然后让这个文字相对于这个28x28的这个盒子 水平垂直去中吧 好 水平去中用哪一个啊 text align是吧 text align 你拿一个center吧 center啊 好 然后line height 干嘛呢 垂直去中吗 line height给个28 不亮的 28PX4 好 这么做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盒子的 这里面这个5是相对于它 什么垂直去中啊 好 现在的话 我又把这个盒子呢 放到这个角上去啊 放这个角上去啊 好 放这个角上去的话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就要用到什么 定位了吧 好 定位啊 好 那么大概的我来算一下 这个盒子 定位到这个地方来是吧 那么往左边大概要移多少呢 移这个 先移个什么呢 一个100是吧 如果是移个100的话 这个盒子是不是完全移到这个外面去了 是吧 那么实际上是什么 它是稍微有点叠加吧 移到100 移100乘以多少 大概是移 移百 那简局十四吧 这样的应该移这么多吧 好 我们来移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好 假如说我这个盒子啊 先移一下啊 position 给它什么 拿一个什么呢 absolut吧 absolut啊 absolut之后 那么怎么样 给它拿一个 先移一下 先拿一个left 是吧 left移一下吧 假如我移一个100PS 是这样的 移一个100PS 好 我这个移一个100PS 大家看一下什么效果啊 好 移一个100PS之后 这个刷新一下 是跑这里来的啊 这不对吧 不对是吧 我是相对于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对它啊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它应该怎么 设置相对定位吧 相对定位啊 position relative吧 好 相对于它啊 相对它的进行定位啊 现在的进行定位的话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 那么就是相对于它 移到100吧 不对吧 应该是什么 回来一点是吧 回来多少呢 回来什么 回来一半吧 回来14是吧 那么应该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 86吧 是吧 86啊 好 86 86的话那么怎么样呢 是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好 那么接着的话 什么呢 它要往上面一点去吧 这样子往上面一点啊 往上面的话 我就什么呢 用top吧 top top的话这个时候 给它拿一个什么呢 一半吧 是不是14啊 啊 14啊 大家看一下 14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是14的话 怎么样 好像有点不对 大家看一下啊 14的话是什么 是往下面走14 是吧 我现在不是14吗 我现在往上面走14啊 往上面走14怎么样 就是 负14啊 负 啊 它也可以给负值 大家记得啊 它也可以给负值啊 负值的话就是往上走是吧 好 我来刷新一下 那么是不是怎么样 这就完成了 好 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接下来的话 大家说这个 它是圆的是吧 圆的啊 圆的的话 那么我们用一个 世界三的属性啊 大家提前学一下啊 世界三的属性 怎么怎么做呢 那么这个的话 啊 那么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这个 这个我先把它做圆的啊 这个盒子先做圆的 圆的话用什么呢 用什么 board radius啊 这个是设置这个圆角的啊 设置圆角 这是多少呢 比如说我这个盒子 本身是28乘28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想做一个正圆的话 我就把这个写成一个什么 14就可以啊 这个值写成14 写成14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圆的半径是14 明白没有 原来半径是14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圆啊 好 board radius board radius的话 这个是14是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变圆了 是吧 好 来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一个圆的啊 圆的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盒子啊 我们也给它一个圆的 是吧 假如说我也给它一个圆角啊 假如说它来一个board radius吧 那我给它来一个10 或者是也来个14吧 14px啊 14px的话 它应该不是一个正圆吧 就是说它里面 就是说它的半径就是 和它的半径是一样的啊 好 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那么是这么一个圆呢 这样子啊 它的就是它的半径是14 如果说里面把这个什么呢 也做成一个正圆怎么样 它的半径应该是什么 五十吧 啊 五十啊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 这种做法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比较经典的一个例子啊 好 好 大家做一下这个例子 好吧 做一下这个例子